邱老师 我觉得他们俩的问题 是现在普遍的 这个家庭出现的问题 恋爱和婚姻 真的是不同的 恋爱只要两个人相爱 不需要去考虑太多 但是婚姻就是 柴米油盐酱醋茶 从两个人变成两个家庭 三个空间的时候 你们就开始 会有层出不穷的 这种矛盾出现 孩子都已经九个月了 你带着孩子 在玩英雄联盟 我觉得你还是个孩子 你还没有长大 你还不知道 作为一个丈夫 甚至一个父亲 你的责任是什么 你要带给这个家 什么样的稳定 什么样的安全感 什么样才能幸福 你应该更清楚 自己将来的路 要有一个规划 你的擅长是什么 你有没有一技之长 怎么样去改变 你自己的工作 从而 从你自己的工作 改变的同时 改变自己的状态 改变家庭关系 真是认真啊 杜老师 全都笔记了 来 杜老师 高中认识八年 也算是青梅竹马了 挺美好的 后来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有一套房子 有一辆车 虽然是贷款的 但比很多 现在正租着房 坐公交车和地铁 上下班的年轻人 要幸福 有一个孩子 跟很多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孩子人相比 也很幸福 那为什么偏偏 我看到的 这三个幸福的条件 你们身处其中 却不幸福呢 所以是不是有必要 反省一下自己 你有那么不幸福 好像没有 任何一个人 都有成熟 幼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你说说到那句的时候 你就眼泪掉下来了 你说活生生 把一个娇女子 逼成了一个女汉子 我发现你身上 现在太多的 粘合了一些世俗的东西 你听听你刚才 说的那些个话 第一 你似乎永远觉得 你们俩真正在一起 是白了酒之后 而不是一三年 扯了症之后 第二 你看周围的人 都比他混得好 是 这个男人 有众多的不足 对孩子不负责任 挣钱挣得少 不求上进 但这所有的一切 是造成你真正痛苦的本源吗 我认为不是的 是从你自己内心深处 你觉得你过得不如人家 所以你不幸福 我的老公不如别人 我的生活不如别人 我这日子哪哪哪都不是 所以在刚才我所认为的 三个幸福的条件 你根本没有珍惜 倒是男生 我感觉幸福指数很高 我想告诉你 男人可以 没有太大的野心 有些人就是平平淡淡这样过来的 对吧 但男人不可以不勤奋 你说你没本事赚钱 你带个孩子你不会带 你打什么英雄联盟吗 家务活一些细致的东西不能干 男人有没有能量 并不在乎你挣多少钱 但是你有没有这个心 去扛起这个责任 所以其实总而言之那句话 这个家庭我认为是可以变得很幸福 但是你不要老是觉得自己不幸福 如果这个时候 你能够放弃那些所谓的不幸福 沉下心来 很好地去引领这个男人 去鼓励他 也许这一关就过了 对吧